可能消货单里面那个下拉清单这个东西 那我这边有多增加 你看这OK了 我其实刚刚只有做什么 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重新拉一个工作表 重新再做一次 那就OK了 另外呢 除了就是整篮选举 用那个什么 公式里面从选举范围建立点端列 这样OK了 那他如果增加的话 他会自动增加编号 有没有7到8好了 有没有自动出现 感觉很棒 为什么 因为以前资料库就是在处理这种事情 但以前资料库你做完之后像SS 你还要再去写程式 你还要再去做很多事情才有这种效果出来 那如果在ecell里面感觉这样子的话自动带 另外呢 如果7跟8一样可以带 不过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客户里面这个范围 要不就是你这四篮一起选取 要不就是你是 从A2控制器 向右向下 再向下 定义名称的话呢 记得重新定义要整个 你不要说 名称官员里面 那个什么 客户表 他的对照 方式 记得是从哪里呢 我这边是 A2到 D的6553 因为我这个是相容模式2003的版本 所以是6536 那如果你是2007以后的是1048576 100多万笔 没差啦 感觉好像 其实 主要能够查得到 为最重要 除了用什么 这个A2到 最下面之外 你还可以用什么 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你也可以整蓝选取 这样也OK 就是 这个工作表3的 A蓝到D蓝 这样也OK 只是差别就是我的习惯是上面蓝名称会选到 如果他反正一定是查不到 OK 那你按个打勾 再关闭 这样子的话以后你怎么查 基本上应该都会查得到 如果你有新增加一些东西的话 他也会自动会增加 应该是这个 OK 那记得 是 一定要是什么 重新把它 那个 再 就是 重新做过啦 因为 有些旧资料 他就会干扰 这个当然是他的问题 一般书里面也不会特别讲到这个地方 真的有时候是食物经验 那试了才知道 不然的话奇怪 为什么我明明都做对呀 为什么做不出来 原来 就是本来里面就有东西 改一下就好了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最后做完 Final一下 选了一下 OK Holiday 然后呢 底下一样自动带出 那一样商品编号这一块 跟 客户做法一模一样 如果你有新的产品 一样可以再带过来 一样可以再做一样的动作 只是说呢 因为这个可能 商品这个要重新再 太麻烦 算了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那一样选了之后 如果你有选了几个项目 数量 我们主要是编号跟数量 都要带到 这边来的话 就是 多 对 一的关系 就是我刚刚讲的 所以 这个 还蛮 好用的 如果你要有更好的方法 请你再告诉我 不要 不要吝啬 因为 我之后也可以再分享给大家 因为 在左思右想 想到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刚刚跟各位讲的 那你程式还可以再简单吗 有时候 这可能在动动脑筋吧 真的 蛮花时间 但是很有趣 想出来其实还蛮有成就感 原来就是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就OK了 所以按新增之后的话 单号 就是 抠过去之后 然后呢 把它清掉 单号加1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所以还蛮顺的 看一下 对 这一笔了 以后的话 你就自己再剖析一下 再做后续的 我想应该后面就简单了 OK 所以你说 拿这个来当资料库有何不可 对不对 很好用啊 而且呢 这个系统完全掌握 技术也不需要说还要再用一些 很复杂的工具 什么Visual Studio 或者是Java Python 之类的 不用 这都有了 全套 而且不用安装 像我每次 教Python 第一堂课 光装环境 就装一堂课还没装完 还没开始练习 然后呢 熟悉环境就熟悉好几个礼拜 大家都还 摸不着头绪 然后因为 Python也没有 像这样的画面 也没有开发人员 也没有这么好用的工具 所以很多地方 哇 真的太辛苦了 不过当然用途不一样 基本上 不同的工具 它有不同的作用 它们不是互相的取代 而是互相的 相辅相成 OK 可能有 部分强项吧 像 比较大数据分析的话 这里是有时候会立有未带 那你用Python可能会更好 像爬网络资料 网络爬什么 VPA也可以 像我们今天有教一个 还可以做得更复杂 不过 没有那么多时间 但是Python可能还可以做得更好 也许 但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可以互相的 两边可以互相搭配 那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效果出来 那 今天的话 最后本来是想说 这个地址合并 我来demo一下最后的结果 但我们需要做的 这一栏是没有的 你要把什么 把这一栏做出来 所以清除掉 那怎么样把它合并在一起 你会发现 他要必须这个串这个串这个 串这个 那如果没有断 就不要出现断 没有弄 就不要弄 OK 应该可以了解逻辑吧 那我希望最快的方法做出来 你可以用函数串接 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VBA 一键输出 你也可以用方选 插入函数 制定一个使用者定义 叫做 地址函数用范围 按确定 给他一个范围 他会自动帮你全部串接 向下填满 就OK了 有没有 很快吧 但我们是希望效率越高越好 没有人嫌说 你做太快了 如果我很久以前 在公募机关 真的 主管跟我讲说你做太快了 没有他没有讲他眼神告诉我 因为我把东西给他之后他告诉我说你这应该要几个礼拜 几天之后再给我嘛 我 慢慢可以 看懂他的眼神 所以我就 我还没做完我就又把他拿回去 那那几天我就 所以在 在某些 公家机关有时候真的 生活是很好过 但很没有成就感 是真的 感觉好像那个 时间跟外面的世界不太一样 没办法同步 OK 好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清除 最后呢 最重要的这个功能 查询 假设这个地址里面呢 我需要查出 中校东路 的会员 比如说这是会员资料 那我希望的功能是 他可以帮我查出来之后 自动产生什么呢 产生一个新的工作表 名称叫做中校东路 就把我放在这里 OK 那怎么 我demo一下 各位看 地址查询 这边的话呢 假设我输入一个 中校 其实这个关键字 不需要全部 你就大概打中 校就可以了 或者东也可以 路不用打 他的 就是像关键字查询 关键字应该 各位知道 反正里面只要出现这几个字 他就会自动帮我出现 并且帮我把这几个字 变成他的工作表名称 按确定 好啊你会发现 中校东 出现了 资料就过来了 OK 可是因为 我们时间 没有那么多 我把重点讲一下 回去自己试试看 怎么做的 一 主要是了解 这个资料里面的筛选 二 这个地方不是会有一个文字筛选 里面的包含 那比如说我就把 中校东打到按确定 他就只留下中校东 然后呢 我其实就是做什么呢 做一件事情 其实筛选 这个就跟那个 SICLE 就是资料库里面 SICLE语法里面 SLECT 观念是 一模一样的 SLECT SLECT就是筛选 他会留下中校东的 那你只需要 游标放在A1 Ctrl-Ship向右 向下 Ctrl-C 新增一个工作表 名称叫中校东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贴上之后呢 篮宽也许自动再帮他调 篮宽自动调整一下 这样就OK了 再帮我把它切回来 再把这个筛选 有没有 直接再把它改回来 就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基本上我刚刚地址查询 就是把刚刚的动作 录制下来 做修改 OK 各位可以看一下 云端上面有 里面的话呢 当然 我看我这边是有那个 什么 就是里面的注解 游标放在A1 就刚刚那个 那你放那个 不一定放A1 只要放第1列的任何位置 我刚刚是放在J1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筛选 Ctrl-Ship向右 筛选到Ctrl-Ship向右向下 复制 但是呢 比较重要的是 新增工作表 这个好像之前有做过 Add的最后一个 并且把它的名称 改成S 这个S指的就是 我们Input Box 不过这个call这个可以拿掉 先拿掉 这个地方的话 Input Box 就是 请输入什么 忠孝东 我就输入忠孝东 然后把那个 工作表名称改一下 其他都一样 最后呢 就切回到原来的工作表 就完成了 但是里面可能会有个问题 就是 检查他是不是会重复的 像忠孝东如果再查一遍 会发生错误 为什么 因为你新增之后忠孝东存在 那存在的话呢 会造成什么 工作表名称 不能够一样 那如果一样的话 把它删掉 所以这边我有写一个工作表是否重复 如果重复的话怎么检查 For I 等于2 第2个到最后面一个 他的如果名称跟我输入的名称一样的话 就帮我把它删掉 然后呢 Edit 4 就跳里了 就不用再继续往下找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 重复的 工作表的问题 OK 所以我上面好像有个call 我就call他 call一个那个什么 工作表是我重复 那我就把他的名称丢给他 他去check一下 如果有他做什么 他就是 帮我检查一下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现在 再查一次什么 一样的名称 比如说 中 孝东 那他会怎么样呢 我中断模式在这里 他会帮我把这个s 传到这个 底下这个sack里面 有没有 这个也可以传 传过来 然后呢 去检查一下 名称 有没有一样的啊 第几个 从第2个检查 第2个是不是 不是 所以跳过 再来第3个是不是 第3个的名称 跟这个 宗孝东 一模一样 所以会怎么样呢 跳到这里 删掉 是不是删掉 删除掉 OK 删掉之后的话呢 他就继续在跑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 查询到 一样的那个 工作表的问题 OK 所以 全部查完 宗孝东呢 又出现了 理论上因为你的资料可能有更新的嘛 所以再查一遍就是新的资料 OK 那因为 时间的关系啦 所以我把 比较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讲 那 利用地址合并这个范例 可以学习什么 利用那个 VBA 可以做出资料查询的功能 这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发现工作里面 只要你要做查询系统 都可以比照办理 方法都一样 请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的 应该是 这里 地址合并这里 城市码都在这里啦 反正 其实后面还有跟SS 做连结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 还有现在好像SS使用的人越来越少 很多公司几乎都 没有授权 OK 所以 仅供各位参考 细节部分的话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从函数 到VBA 到我刚刚讲的部分 制定函数 还有呢 地址查询 这些程式 都在这里 给各位参考 来把画面 还给各位一下 因为 时间的关系 那一顺 一下 12周就过了 但是呢 这个 虽然课程结束了 也是 各位 学习的另外一个开始 我是建议啊 如果你平常 比较少动手的 还是 如果你真的要把VBA学好 其实也没有别的诀窍 就是用 还有动手做 并且把 所学的跟工作 做串联 我想你慢慢就越来越感觉了 因为我看 看 看过太多成功 应该算成功的案例 因为这样的关系 整个工作啊 包含就是成就 看他眼神就不一样了 还有看他做事情的 方法跟态度 整个就扭转了 所以这种东西 只要你用了 应该就回不去了 那未来 职场上面用到的资料 还有数据只会越来越多了 大数据时代 大数据分析 所以你不用一些程式来解决问题 真的你会慢慢越来越辛苦 但如果你比别人早点准备 我觉得以后 我觉得工作 慢慢会比较 我觉得比较惬意一点 而且累积这个专长技能 对未来也非常有帮助 OK 那 那那之后如果各位有问题 也欢迎 很多管道 不然你就YouTube上面好了 老师这个地方 怎么怎么样 最好是告诉我几分几秒 有什么问题 OK 这样的话呢 当然我如果随时 在线上的话 就可以马上回答 越清楚的问题越好回答 你不要 给我一些很抽象的问题 只能抽象的回答你 尽量也 不要说 之前有同学 寄问题给我 直接把他的工作寄给我 真的 好大一个档案 里面我也根本找不出 他到底问题 问什么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问问题 请你把你的工作里面的部分 截入 不需要的通通删掉 不要说全部丢给我 不然我 你可能很熟悉 但是我未必熟悉 有时候反而花最多时间 是了解同学问题里面的逻辑 如果逻辑知道 我就写了出来 马上告诉你答案 OK 所以其实 这个 回去还是要善加 利用一些云端支援 OK 那我们这一期课 就 先到这里 OK OK 好 好